下列所述光电效应中,入射光与光电子之间的关系,何者证实的光具有粒子性?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A,它说光电子的数目与照射在金属表面的入射光频率成正比。 首先呢,这句话本身就已经错了,所以它当然不会列入我们的选项啦,实际上是这样,打出来的光电子的数目应该跟入射光的强度或者是亮度有正相关,所以A是错的,再来B,光电子产生与否决定在照射在金属表面上入射光的强度,这句话也是错的,决定的是什么?入射光的频率,我要超过一个底线频率嘛,对不对? 因为电子才有机会被打出来,对不对? 好,那再来C,照射于金属表面的入射光频率需要大于某一个特定值才能产生光电子。 诶,这句话是对的哦,我们就列入候选名单。 好,再来珠,照射于金属表面的入射光波长必须要大于某一个特定值才能产生光电子。 我们要产生光电效应,你的入射光能量要够大,入射光能量要大的话,波长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小才对,这里写大于,所以这句话它本身也是错的。 再来1,照射于金属表面的入射光波长还有强度都要大于某一个值才能产生光电子。 这句话也错,在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只要我的入射光波长够短,也就是能量够大。 就算我的强度,亮度,就算我的强度很小,就是很暗的话,我仍然一照射,马上就会有光电子产生。 OK,所以强度不一定要大于某一个特定值。 好吧,那这样我只有C选项可以选啊,那答案就是C。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C呢?它就证实了光具有粒子性。 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件事情呢,我们用光的波动缩的概念是没有办法解释它,原因是这样。 波动缩认为,如果光是波动,波动可以传递能量,而这个能量可以靠时间来去累积。 所以我们认为,当我的入射光频率如果太小,那这样子我只要照射的够久, 这颗电子就可以累积吸收光能,吸收到足够的量值之后,它就会脱离金属而产生光电效应。 可是实际上,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当我频率不够,我照的再久,亮度调的再亮也没有用。 好,我们一定要用粒子性来解释。 因为爱因斯坦说,光子,你可以把光子就想像成泡泡,一颗一颗的泡泡。 好,我一颗光子今天打过来,我的能量如果不够,这颗电子就是没有办法被激发。 好,那你说,会不会同一时间有两颗光子照到它身上呢? 好,这种几率太小太小了。 就算你发生的话,你也侦测不到。 OK,所以,我的入射光频率一定要超过某一个值。 原因就是在,我们粒子性说,我的光子能量如果,单一颗光子能量如果有超过它的公函数的话,我打下来,照射到那个电子。 我整颗光子能量全部给电子,它克服掉束缚之后才会飞出来嘛。 对不对,才会产生光电效应。 所以答案呢,我们要选C选项。 谢谢观看